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又是我陈仔一号 中央见香港人换回乡证换得这么辛苦 所以在4月有一个新的安排 就是大家可以回国内换回乡证 而且部分人就算他们回乡证过家 都可以给他们回去大陆再换回乡证 今次我就讲解一下 如果你回深圳去换回乡证 到底有什么事项要注意和事先准备 首先你拿回乡证换一下 是不是未够半年就到期 或者你将回乡证是2020年1月1日 至2023年12月31日到期 如果是,你就可以回深圳换了 回深圳换回乡证都是要上网预约的 在Google打深圳公安局 入去深圳公安局的版面 找到这个深圳公安局微信公众号 之后用微信扫描它的码 按右上角这里,再按扫描 接着会自动转去深圳公安公众号 接着按关注 然后按政务服务 按港澳居民服务 选择来往内地通行换证,补法,预约 在服务大厅,选择你想在哪里换? 我这里就选福田 接着选择预约日期 按入去5月8日 不过都全滑了 出回去,再选5月11日看看 原来也有好几个时段有位 接着我选9点至10点看看 之后你跟着填回资料就可以预约 接着说说收费 成阳换征10年要350人仔 小朋友换5年要230人仔 至于付款方法,主要用支付宝和微信 香港支付宝,如果你做了认证 拿回大陆都可以离线付款 至于它收不收现金呢? 答案是收的 不过它会叫你去指定银行付钱 那到出发换证一日要带些什么呢? 首先要有香港的身份证 和你旧的回乡卡 还有的是一张证件相 不过记住是白底的 不过如果没有,办证的地点附近 通常都有影相谱 至于相片回撕 它办证的地方有个自助机 你在那里拍照 拍到藉着剔口出现 那你就可以完成相片回撕 更重要的是这个自助机 是不用钱的 做完所有手续之后 大概预七天 就可以拿回新的回乡卡 将旧回乡卡 当然要交回给它 另外如果大家发觉 看看我有什么遗漏 欢迎补充资料 最后我会将换证地址 列出来 给大家参考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这条影片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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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